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开车专业户一品如斯本力章 这一次又来给大家开新车 评测姨女游戏啦 国以驾龄已经有三年的我 一直以来早已经习惯了姨女游戏们 在初见时都故作矜持,假装正经 直到老夫老妻了,才开始疯狂卖肉 导致我在游戏初期只能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爸爸衣服,秃秃裤子什么的 咳咳,老司机都懂得 万万没想到,我有生之年居然也能看到一款国以 刚打开游戏,就逼得我四处找耳机 悄悄从客厅溜到床上躺平 刚开停,车速就快得我差点连车尾气都没追上 让我不禁感慨,这款游戏实在是太等我们这些淑女的内心了 可是这款游戏的名字却十分小清新 一耳朵听起来还以为是个寂寞可爱的养猫游戏呢 不知道有没有机灵的观众老爷已经猜到了他的名字呢 没错,他就是灵猫传 在开始前有情提示 本视频涉及部分剧透 请大家酌情观看哦 讲真,身为一个中毒猫孔 我真的是冲着这个名字 才想尝试一下这款游戏 万万没想到 这个游戏开停直接炸的我这个万年老司机 差点从床上滚下去 我的妈一上来就预示play 这谁顶得住啊 先不说这水雾中半遮半眼的格外诱人的腹肌 这张图中最引人浮向连篇的 恰恰是水面下那并看不见的部分 你们说他到底穿没穿啊 一上来就这么近距离的特写 色气质直逼我贴灵盖 就冲这个开头 我可以 我冲了 然而我晚没想到 这个角色给我的惊喜还不至于此 当他一开口说话 你是何人 我的妈 这个声音你们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结大 有生之年 我终于听到你 攻了一回 死生无憾了 不过身为一个女人 我常常会犯天底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误 当名义上的师兄 实际上的年夏弟弟 陆之野 以天降猪马的身份再次出现在女主面前 我那颗不甘寂寞啊 天天想爬墙的心 又蠢蠢欲动了 讲真 年夏这个角色想要塑造的很生动 还不叠人设 其实难度不小 但是苏尚清演绎的陆之野 真的爆炸可爱 我心上有月亮 再闻不下其他人 他永远会在你最需要他时及时出现 偷偷跟着各种画本学习恋爱套语 突然间的床冬直球 令人猝不及防 脸红心跳 却也会在一些男女大方的小事上 害羞的连看都不敢看你 看他和女主无比亲一自然的 打琴骂俏 也让人hold的黄 这一对cp 我真的吹爆 哎呃 虽然我只有两条腿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继续爬墙第三个男人 在这里我必须要向大家隆重推荐 自称副业的青年企业家 齐总齐清禾 他的人设真的在所有人中给了我最大的惊喜 初见面时的爆笑乌龙 就已经把他人设最大的魅力展现了淋漓尽致 我眼睁睁看着他把女主的店铺 当成自己家一样 重度强迫症一般 把所有的布匹重新摆放了一遍 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齐清和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对人对己都无比严格 看似温润 其实极有原则的人 他骨子里深深透露出一种 附加此地的良好教养 在对待他人时 完美的将他强势的一面 隐藏在了儒雅的面具之下 然而当他发现原来是因为自己又一次录痴 错把女主的店当成自己的店的时候 那刚霸气了不到十秒钟 又一下子显露出来的呆萌属性 那个 在下 让他脸上那层疏离的面具 一下子碎得稀里哗啦 看那不知所措的样子 简直让我瞬间目爱犯了 第二次相见 齐心河为了帮女主得到与父亲下落息息相关的宝物 在拍卖行上与恶意定价的对手正面battle 一致万金 再一次体现了齐心河骨子里掩盖不住的上位者的霸气 对不起 这一刻他那帅气撒钱的背影蒙蔽了我的双眼 万万没想到 这些角色里看起来最不霸总的一位 居然做了最最霸总的事情 这反差实在是太香了 齐心河还有一个点特别戳我 那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商业天才 关注我的姐妹们都知道 我一向对高智商的男人欲罢不能 就因为这样的男人往往都是白切黑切白切黑 不是洋葱就是奥里奥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见他时会意外切开他的哪一面 齐心河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性感智商的男人 他从小就能做到过目不忘 对一切商机都无比敏感 小小年纪就把家族的企业发展到大江南北 要知道在古代当商人 可远远要比现在做生意困难得多 只有做到黑白两道通吃才能笑到最后 也因此像齐心河这样一个男人 绝对不可能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角色 他表面上越是温月如雅 眉眼含笑 越让你感激屁灵 实际上却早就判算着如何将你吃干抹尽了 这个 你别看这样一个天才常常因为路痴需要乖乖等你将他领回家 可爱带我的眼泪忍不住从嘴角流了出来 但谁又知道 这一切的一切 不是他早就算计好的套路呢 这一个看似安全实则危险的角色 逐渐将你融化在他不动声色的引诱当中 却又往往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刻 解开他的假面 让你在充满希望时瞬间堕入绝望 又在你绝望无比时再次给你希望 说不定在这里还能看到经典的追击火葬场的剧情 完了完了 光是这么一想 我已经觉得刺激的一切了 其实我的这些猜测并不是口说无评 在齐心河的声优精闲的专访当中 静香老师也明确表明了 齐心河这个人设的复杂性 说它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 当你逐渐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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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开他温润公子的假面 打破他的冷静 让他在你身上放任自己的感情 发现他温和背后暗藏的霸道 其实他的经典台词 放心吧 这一生我都不会松手的 早就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角色最致命的诱惑 其实呢 除了up主上面介绍的角色 灵猫传中还有两位非常神秘的男子 等着姐妹们取身啊 比如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偏偏要靠才华 看似不识人间烟火 实则暗中推波助澜的宫廷月时安哥 比如看似无欲无求 孤高清冷 却次次救你于危难之中的 神秘白毛男子沈济明 在这里up主就不过多激透了 等着姐妹们自己发现惊喜哦 说完男主人设呢 再来说说女主 女主的设定没有任何穿越元素 这一点让我很满意 并且她并不是一朵傻白甜小白花 作为少主惨遭下属背叛 身陷多场刺杀 父亲还下落不明 她却一力扛起了振兴家族的使命 不断自己想办法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 虽然文案中有的时候为了剧情服务 逻辑会有一点儿不太通顺 有的时候会显得女主有点冲动 但整体狭不掩语 女主的代入感还是比较强的 尤其是当女主和陆之爷大惊骂俏的时候 反应真的特别自然 整体而言这个女主我还是比较吃的 总的来说呢 银猫传这款游戏最吸引我的就是人设 其次剧情推进的也很快 时常会让人有跌宕起伏 心跳加速的感觉 在过剧情时动态的猫猫 以及战斗士冲动猫皮皮 可以主攻的设定我都很喜欢 游戏卡面的古风画风 真的很完美也很戳我 至少白票出的这几张卡 我还是挺满意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的角色的例会 会有点路人脸 据说之前内测的时候其实画风很棒的 不过官方已经明确表明了 会采纳玩家意见 在之后公测的时候进行优化 我在这里就先敲碗坐等了 其实呢 UP主关注灵猫传的微博有一段时间了 一直在暗中观察 发现这款游戏的运营还是很用心的 比如这两天虽然游戏没有上线 但是官方还是很认真的组织了 齐青河的生日活动 专门为齐青河准备了生日小蛋糕 此外还在齐青河深刻的视频里 展现了玩家的这些注词啊 这些作品啊 这些点真的打动到了我 此外官方也专门为齐青河 做了金贤老师的专访 金贤老师呢 也因为喜欢这个角色 在积极与玩家互动 我相信这么用心的官方 一定也会很注重玩家的游戏体验 所以对公测还是非常期待的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也欢迎玩过灵猫传的姐妹们 在评论局多多说说 你对游戏的感受 我是一瓶如戏胆利长 下期再见咯 拜拜